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非将在自穿建全国最大无人机基地 无人机是现在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战术武器装备 其作用甚至决定着一场战斗的胜负成败乃至整个战争的走向 这一点在这几年发生的许多场战争当中都有体现 正因为无人机如此重要 所以近些年来世界各大主要军事强国都在协尽全力发展无人机 比如说作为当今世界军力前三甲的中美俄三国 而这其中又以我们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发展速度最快 涨势最为迅猛 目前有关我们中国国产无人机就再度传来了好消息 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基地将在我们中国开建 负责此工程建设的单位大家都很熟悉 正是中航工业的当家花旦和台柱子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与此同时 新式国产自毁无人机也同其亮相 填补了国产无人机领域的这一空白 近日外媒报道 中国军工企业和地方合建最大的无人机工业园区 无人机产业是我国发展的势头相当迅猛 我国也是国际上毫无争议的无人机超级大国 现在著名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又将在无人机领域投下重主 他们将在四川自贡 建设我国最大的无人机产业园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创立于1958年 是我国生产战斗机和飞机零部件的航空制造企业 总部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 原名是国营132厂 最早是单纯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 也被简称为成飞 4月下旬 成飞和四川自贡时 政府签署了协议 双方将合建国内最大的无人机产业基地 成飞是我军工 大国重器 歼10隐身战斗机歼20和翼龙无人机 都是成飞标志性的装备 四川省政府同时也表示 无人机园区将在自贡落地生花 打造成未来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该基地主要是用来制造军用和商用无人机 随着世界上局部冲突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开始奔赴战场 因此军用无人机也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领域 早在2019年 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就曾刊文 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无人机超级大国 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 曾编写一份全球军力和军费评估报告 在2014年至2018年间 进口和使用军用无人机的国家正在持续增加 同时期的中国成为无人机市场的最大出口国 大产业自然要有大投资 成飞自贡无人机产业项目 将打造成无人机全产业链 项目涵盖试飞 调试 总装 布装 零部件制造 3D打印 工艺辅料生产 培训及维修等产业 项目计划表示 成飞和四川省政府 在无人机园区的总投资规模达到100亿元 无人机产业员预计 2023年全面投产 到时候 整个无人机的年产值也将超过100亿元 成飞也发布消息 表示在十四五期间 成飞无人机项目在自贡的基地 将年产100架以上的大型无人机 这将有力地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自贡航空产业园 占地远8平方公里 里面还将建造四川省首个A1类通用机场 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 1960年代中起 由于中苏关系趋紧 我国政府开始在 内地省份进行一场 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 科技工业 电力和交通设施建设 也将很多工业向内陆战略纵深迁移 而三线算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 三线地区包括13个省自治区 自贡也是三线建设的一部分 它的特产是鲁岩和天然气产业 现在自贡也面临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需求 当地政府希望通过发展无人机产业 对整个四川省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实在利比亚内战中 我国出口的翼龙二型无人机便开始大放光彩 在利比亚战场上 对土耳其产的无人机取得完胜 观察家表示 利比亚内战是交战双方 都大规模使用各型号的无人机进行侦查和作战 并且无人机还互相攻击 被称为人类史上首次无人机战争 在此次战争中 我国制造的无人机将对方打得七零八落 并借助无人机的空中优势 在地面上也是节节胜利 我国的无人机在中东地区备受欢迎 主要是翼龙和彩虹系列 现在阿联酋还有一支部队专门装备翼龙无人机 这支部队打击的对象也是和利比亚 同时伊拉克 约旦 沙特 阿拉伯 埃及和阿吉利亚 也装备了中国产的无人机 后者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战场战器 2017年8月的军博展上 一款CH-901无人机性能引起军迷的广泛关注 它能以144公里每时的速度巡航搜索目标 在发现目标后也能直接进行攻击 CH-901的指挥时间超过一小时 超过了美军的弹簧刀无人机 未来无人机可以进行集群式攻击 数百家无人机组成的集群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 并能进入更狭窄的空间执行任务 我国无人机制造商已经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 大疆创新就去占了全世界70%的份额 同样无人机也在军事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论上讲 机群能够击败现在的任何武器 并提供足够的精确的火力 造成大规模的杀伤 如果没有自己的无人机机群 那么任何军队都将在战场上被快速消灭 大批量的无人机需求也将极大拉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 背靠歼20战斗机 成飞推出高速外貌无人机采用隐身设计 最近些年 中国彩虹和翼龙无人机全世界大麦 在中东和北飞交战地区多次发生被防空导弹击落事件 这种传统有人飞机和防空导弹的恩怨 继续在无人机上延续下来 如何解决问题 成飞设计师吸取了有人飞机对付防空导弹的办法 隐身设计 让敌人雷达不能够远距离发现 这就是胜利 背靠歼20隐身战斗机的成功经验 成飞出手了 作为一款外销型无人机 成飞对飞机采用了更多隐身设计 从机头前方看过来 可以看到机身采用倾斜设计 飞机机头剩下就临边 这种设计消除了传统援助机体的 镜面反射效果很好 而且飞机机身多处结构 几乎所有缝隙都采用了锯齿设计 包括机头的起电光电传感器窗口 以及前起落架和主起落架舱 也采用了锯齿设计 当然 飞机机身蒙皮上 也增加了隐身涂料的使用 这才做到隐身效果完美 就这一点 设计师没有特殊说明 而从飞机的垂尾设计来看 飞机采用的45度左右的微型垂尾 安装在向内倾斜20度左右的后机身上 消除了脚反射 而且对于操纵舵机的位置 也特意安装在锤尾内侧 让两个锤尾之间形成良好的遮挡 飞机为了达到良好隐身 对近期道采用了遮挡设计 近期道在高高鼓起的飞机 卫星通讯天线之后 而且近期道唇口采用了T型设计 消除了侧面的镜面反射 而且近期道管道采用了S型设计 即使敌方预警机雷达波从上面照射 也不可能看到飞机的发动机叶片 对于飞机机翼和垂尾前缘 设计师还采用了后掠设计 消除了正前方的强烈反射 这对于飞机生存有一定的意义 总体来说 这也算一次非隐身飞机的隐身改进 并没有达到完美的隐身效果 设计师的苦衷是 飞机需要外挂武器 而且巨大的光电球还必须外露 采用内置设计过于复杂而且昂贵 只能算一款半隐身无人机 从外形设计而论 云影无人机也考虑了尾部隐身设计 尾部后机身有一个很大的斜面 避免后向镜像反射 这一点和歼二是完全一致 唯一做的比较差的是发动机喷口 由于国产发动机技术薄弱 所以只能采用高油耗的窝喷发动机 而没有向美国人学习 采用S型喷口设计 避免尾部雷达照射波 毕竟需要考虑外挂的无人机 采用多好的隐身设计 也会被外挂所抵消 所以采用S型喷口之后 原本就稍显不足的发动机推力 会遭受进一步削弱 飞机的高速和速度指标会进一步下降 从尾部来看 我们看到尾翼垛面鼓起的动作筒位置 也采用了隐身飞机的柔性隐身材料遮挡 而不像采用和翼龙的完全外路设计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 成飞设计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认真考虑了飞机的隐身设计 这一点也是国内竞争的彩虹无人机公司 比较欠缺的地方 云影无人机推出景象侦察 电子侦察 查打一体型号三种 但是销售并不好 原因很多方面 主要原因是 客户对于飞机隐身能力并不太看重 速度和高度也是如此 在大部分场合 客户感受不到敌方防空导弹的威胁 这种设计极大牺牲了飞机的巡航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更加完美的三角翼飞翼隐身无人机 市场前景也很难看好 原因也是国产发动机 发动机油耗限制 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攻克低油耗宽气发动机 否则很难继续辉煌 感谢观看